你敢相信,人类未来建筑将会高出天际 世界第一高度将会被多少次刷新 人类世界最高建筑将会是一个电梯 对于世界第一的高峰,肯定有很多人认识 但是对于世界第一高楼呢? 我想就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认识得到了 大家好,我是科学侦察官 视频制作不易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既方便您浏览往期精彩视频 也不会错过最新动态 世界第一高楼叫做哈利法塔 位于中东迪拜,其塔高高达828米 一共有162层楼 造价更是高达15亿美元 不得不说,这迪拜的有钱不是盖的 花了15亿建造一座高塔 这对于其他和迪拜一样大的国家而言 可能说得上是一笔天价了 甚至是很多的国家 把他们全部的资产加在一起 都不如这一栋楼 828米的高度 在这一座塔上往下看 估计都会感到腿在发抖 很多的人甚至是直接会在这样的高楼上 直接是吓到尿出来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虽然说这一座塔很高 但是实际上 已经是由很多的国家开始 建造比这一座塔还要高的建筑了 这一座世界第一大楼 很有可能就会在不久的将来 被其他的建筑物取代 有的甚至是会比哈里法塔高出两倍多 最高的甚至是超出地球 第五名 海湾新娘 伊拉克巴士拉在2003年 还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 深受战争迫害的城市 但是就在如今 巴士拉已经不再是当时被战争所摧毁的城市 而是伊拉克的经济中心 作为经济中心的巴士拉 一定要有一个地标性建筑 所以AMBS建筑事务所提出了一个在巴士拉中心 建造一个摩天大楼的想法 于是乎海湾新娘的设计理念就出现了 其高度达到了1152米 比起哈里法塔还要高出324米 是一个典型的庞然大物 要知道 哈里法塔已经是如此高了 在楼上往下看 都觉得是一群蚂蚁在下面 但是这海湾新娘 却要比起哈里法塔还要高出324米 这就相当于在哈里法塔的上方 还要高上无数 有人直言 是将埃菲尔铁塔直接加到上面去 也没有那么高 对于这一座商业摩天大楼 巴士拉的人民也很重视 巴士拉的人民 为了让自己的摩天大楼显得好看一点点 于是直接叫自己的 正在建的摩天大楼叫做海湾新娘 名字浪漫而又神秘 显得格外美丽 这一座摩天大楼 本来应该是在2015年 就已经是竣工了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海湾新娘到现在还没有面试 但是巴士拉也告诉了世界 海湾新娘仅仅过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第四名 纽约U型摩天大楼 在未来的纽约的曼哈顿的天际上 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个神奇的建筑 这一建筑将会与传统的建筑都不一样 它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U型摩天大楼 它将会是地球上最长的建筑物 会将建筑的建筑都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会造成巨大的污染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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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钢铁根本不能支撑起这一太空电梯的使用 所以人类想要建造一个太空电梯 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两秒点赞 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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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药给更多人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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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